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菲律宾烤串 最近我在洛杉矶发现了这件地道的菲律宾街头烧烤 看着特别像国内的大排档 那今儿咱就一起去尝尝 出发 到地儿了 他们家位于洛杉矶市中心的菲律宾城 我行 你看这儿烤串人巨多 这音乐怎么感觉像是小时候去电子城里那种 Hello, it's my first time here So how do I order this? You can go on the other side You can just pick whichever skill you want They're all about this And after that, you find any open spot in the grill And then you just pick it Oh, I'm gonna grill it myself? Yeah Wait then, how do I know when it's ready to eat? When it has like a pretty good char on it Alright 他这个得自己先上来来选串 这一圈圈的扎串看着感觉可以用琳琅满目来形容 这个是猪血 来两块 来两块猪肝 鸡心 来两块 这个是鸡屁股 这个我就pass了吧 这个是鸩唇蛋 这个名字太可爱了 叫快快 这个是鸡屁股 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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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于是我就抱着每样都尝一尝的形态 拿了这么大一盘 我觉得绝对跟我试了 Alright 28 Gentlemen outside with the yellow mask on You can ask him to help you out 是 一个戴黄色口罩的人 应该就是这哥们儿 Hello They told me that you could help Like to grill 把所有的串都放在这个壁子上烤 把所有的串都放在这个壁子上烤 现在我所有的串已经都上壁子了 等三到六分钟我就可以吃了 来这吃饭的人都是那种地道的菲律宾人 就我一个从别的国家来的 哎呦 感觉糊了 Are these like over cooked or is it No no 我现在在他们家这个门外的小摊坐下了 大叔帮我把所有的串都烤完了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菲律宾烤串 先尝尝这个猪血 这个是在炉子上烤了最久的一块 嗯 很面的口感 没有鸭血那么Q弹 尝尝这一块 上面看着鲜红鲜红 嗯 烤的地方口感是脆脆的 红色的地方特别软糯 哎呦 怎么这么多苍蝇啊这 有苍蝇围着你吃这才正 烤龙虾丸 烤肠 这串烤大肠 这串烤大肠 我的最爱 这是他们家这个醋 哇 酸甜酸甜的大肠 特别好吃 鸡心 猪肉吃 哇 哇 哇 虽然很难吃完 但是咬到嘴里真的特别嫩 这个是什么 鸡肝这个是 烤的面目全非了 有点像那个广市烧辣里边鸡肝的味道 这是他们家的鸡蛋 嗯 里边包的是完整的一个鸡蛋 吃起来没什么味儿 哇 这个大肠肠看着不错 嗯 肠肠里边的味道特别的丰富 这可能是我今天吃到最好吃的一个串 这俩大肌爪子看着太唬人了吧 这个只有掌心的地方有点肉 其他地儿肉都不是特别多 最后啊 尝一下他们家这个菲律宾餐后甜点 这玩意可比串还贵呢 五块钱一份 里边不光是有像果冻一样的东西 还有这种丝状物 感觉就是那种豆乳泡果冻的感觉 总体来说啊 这虽然是我第一次吃一种菲律宾街头小吃 但是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就特别像咱国内一种鹿鸡蛋打拍照 至于正不正宗 我觉得来他们家吃饭的菲律宾人数 已经足够可以说明的一切了 这么一大块的全都是顶级的A5活牛啊 哈喽 大家好 今天由摄影师来拍啊 因为这次拍的东西 我一个人拍不出的逼给 今儿要去打卡的是一家 洛杉矶新开的高端火锅店 据说用的都是自家养的新鲜和牛 那今儿咱就一起去尝尝 出发 到地儿了啊 就是这家Wagoo House 翻译过来就是和牛的老家 今儿咱是从和牛老窝来的 啊 您碰到吗 对对对 我刚刚有打电话预约 鱼 他们家装修真有种特别古风的感觉 好像一瞬间穿越回国了 哇 是个大包尖 我们呢是推荐非常有特色的自家 500天和牛 重置是非常丰厚的 所以每个牛是整好500天就再差了 是 这些苦苦长了一年多 就为了今天 要先这些吧 好的好的 那我先去准备 好 谢谢 谢谢 诶 你这冲的什么样子 这不最近东奔西跑吗 到时候吃饭做些什么特别不规律 所以我现在出门在外都背着新三角胃炭 胃不舒服的时候就冲一杯 让胃舒服一点 但虽然身在海外 但是中国胃还得靠中国药来养 哇 这里边有个小熊 第一次看见用椰汁到火锅汤里 哇塞 这个都是澳洲龙虾新鲜味做的 哇塞 这个看着真是太豪华了 有种仙境的感觉 澳洲龙虾当前在 还在那是第一次体验 这个拿起来像一朵花一样 先放一个蜡锅里 这个龙虾应该已经涮好了 给它蘸足了麻酱料 它这个肉质我感觉比波士顿龙虾更韧 然后在裹上一层特别浓的植物酱 这特别的好吃 这个都是我们本店的特色 直接我就一下全下了 右边这条下辣锅 左边还要下椰子锅 我觉得这玩意特别像那种大号的 小时候不听话 你妈揍你那工具 这个羊肉也熟了 麻酱料里尝一下 感觉用的是那种羔羊肉 刚刚你们因为点了这个蟒盒 所以现在进行一个抽奖 抽中的才可以拿到我们中 看我今天脸怎么样 只有五分之一的机会 是这个 打开看看 恭喜中奖 五分之一的机会都中 我怀疑你里边是不是都是中奖的 所以我中的是那个贵的那个是吗 是的 这个是我们的盲盒串串 额肝大概4到5秒左右 因为它会急速的融化掉 来现在来涮一下这个额肝 还说只能涮4秒钟 哎 炒了一块 这个口感特别像那个腐乳 先来我们这个A5和牛 它这个整个盘子都是一个和牛的造作 这个是我们自己的盘子一样 哦 看你怎么样 万一一块炒 哇塞 都是A5宫崎的 对吧 本级是最高的 光看这个花纹就可以感觉出来很高 先把你加一下干冰 3 3 5秒 8秒钟 先尝尝里边加一大块 放这个椰子鸡汤里边 可以吃了啊 尝尝这个美罗和牛口感怎么样 哇 它这个切块切得很厚 你可以明显感觉到口感比苦虫牛肉嫩很多 哇塞 这么大一块子 放这个椰子鸡汤里边 这么一大块子 全都是顶级的A5和牛啊 这么吃牛肉真是太奢侈了 哇 这个口感真的无极了 吃起来有一股特别浓郁的奶香味 再来一口啊 没过瘾 哇 这个感觉太满足 哇 这怎么一股厕所的味啊 自从上次测评美国零食的视频火了之后 天天都有小伙伴私信跟我说 泡泡 你能不能再测一期零食 行 那今儿咱就继续安排 出发 到地了啊 我好像有好一阵子没有来过瘟马了 不知道这段时间有没有上新什么零食 我靠 上来就让我撞见个奇葩的 胡萝卜蛋糕味的奥利奥 是谁在搜主意啊 这个又是啥啊 看着跟一包放了三年的火腿肠似的 不过这定价倒挺吉利的 那就给他个机会 这个好像是用猪皮做的零食 没吃过 今天吃 最后再烧上一盒老美都爱的饼干蘸酱 得合 去结账 一共是22块4毛7 今儿咱来继续测评美国热门零食 我今儿又买了四种在这边家喻户晓的零食 咱来看看这老美的口味怎么样 来第一种 这是一个在这边做巧克力很有名的品牌做的零食 它这里边是分了两个槽 左边是小饼干棍 右边是巧克力 再来拿出来三根 巧克力降了一块 哎呦 这拉娘能力还是挺强 这个巧克力的味道真的很丝滑 饼干棍也很脆 不错啊 今天是开门红 下一个 这个就有意思啊 胡萝卜蛋糕味的奥利奥 结账大娘一天不吃会是难受的 这个奥利奥明显就看着发黄 这个味道就像把一块普通的奥利奥 泡进了胡萝卜汁里 因为我特别浓的蔬菜味 我觉得胡萝卜味的蛋糕就已经挺奇葩了 但是没想到还有胡萝卜蛋糕味的奥利奥 来 下一种 这个我经常在超市里看见 但我一次也没买过 因为我完全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哇 这怎么一股厕所的味儿啊 不是 咱去上头 这个味道闻着真的有点像你刚打号完了 厕所里弥漫那种味道 这一个看着有点像那广式香肠 哇 里边包的是肉 有点像那种腊肉干 口感鲜色辣 然后越嚼越酸 吃着还行吧 就是闻着味儿这让人产生联想 来 最后一个 这个是原味儿烤猪皮 这个样子看着感觉很酥很脆啊 闻着有一股锅巴的味道 嗯 它这个味道很神奇啊 就是你完全吃不出来它是猪皮 只有你细细品才能品出一点猪油的味道 这个其实还不错 挺好吃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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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